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佛教的经典里面提到很多的方便法 连生活佛说 假如没有方便法等于没有佛 到底什么是方便法呢 我们赶快来聆听连生活佛的开示 写六度行 这个波罗密多圣 当然用六度 万行 我们晓得要布施 要忍辱 要持戒 要精进 要禅定 要智慧 所以 用六度去修行 立他 化为万行 这是波罗密多圣 他本身的六度行 那密教也是一样 密教也是六度行 同样要做这六度行 所以在这三方面 值得正见 发心意乐 写六度行 是没有差别的 给众生快乐 拔众生的痛苦 欢喜的 尽一切力量的去做 舍掉自己的生命时间 这是慈悲喜舍 师尊本身来讲起来 这个一生的作为 也是在做慈悲喜舍的事情 就是在行这四五量行 这个完完全全 照慈悲喜舍 这样子去做 甚至舍了自己的身心 这个心完全在终生上面 身体的崩波 也是为了众生的救度 在菩提事业上面 这个每一个我们学密教的 一样要花这四个愿 慈悲喜舍 要花这个四红四愿 要有四五量心 这个心啊 你知道发这个心 才能够跟宜宙的 这个广大的心 互相相应的 这个心才能够得到成就的 你发了这个心 就能够跟宜宙意识 互相相应的 那这里面又提到 论到这个方便跟智慧 后来呢 他这后面半段 这个就提到了 两种色声 要有通达圣声空会 成办法声 广大方便成办色声 但离方便之会 即离会之方便 戒系不能成办二生 事故方便跟智慧啊 不得分离 乃大圣之种种 什么是方便 什么是智慧 大家都知道智慧 其实这个智慧啊 他是这样子讲的 智慧有好几种含义 也包括了他的那个记忆 包括他的理解 那么这里所讲的智慧啊 是属于如来的空会 如来的空会 也就是真理真如 这里所讲的智慧 跟一般的智慧不同 是讲如来的空会 也就是真理真如 他才讲智慧 这个修行啊 是要通达圣声空会 成办法声 那么什么是方便呢 广大方便成办四生 这个在佛经里面啊 跟佛典里面啊 这个密宗道次第广论里面 提到的方便很多 事实上要解释 智慧跟方便 我可以这样子跟大家 做一个很小的这个比 大家就会清楚 我们讲这个电啊 跟电灯泡好 这个电啊 是无形的 好像有你哪一根电线在你面前 那个电啊 从前面走过去 你看不到 有电没有电你也不知道 对不对 因为它是无形的 有没有电通过你不知道啊 那么电是什么呢 电就是智慧 那么你给它装个这个电灯泡 啊 装个电灯泡 把电灯泡装在装进去 你按一下哦 电来 有电通过 电灯泡 哦 亮了 发出灯光来 这个灯光就叫做方便 电就是智慧 灯光就是方便 我做一个比译给大家听 这个佛啊 假如没有方便法 就等于没有佛 以后这章节里面会提到 就等于没有佛 佛在视线方面呢 完全是用方便的 假如没有方便 根本就没有佛 因为佛本身虽然存在 但是它便没有视线 众生都不知道 也就是说光有电 没有电灯泡 没有办法显示它的光明 啊 这是我用的比译啊 智慧 智慧 跟方便的一个 我自己用的一个比译是这样子 这个 像佛性啊 佛性本来就是空的 佛性啊 本来就是空 一种虚空的智慧 一种很伟大啊 啊 虚空的一种智慧 这个是佛性 但是呢 像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一种方便 你要达到这个佛性的空会里面呢 一定要先到西方极乐世界 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光明啊 净土 极乐净土 作为佛国佛性 了解佛性的一个光明 就是一个方便佛国在那里 一个化现的一个佛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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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ic 杨茜茜 学佛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转迷成物 学习如来的智慧 但事实上 这个目标却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 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 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生起智慧呢 我们赶快来聆听 联生活佛的开始 今天我们学佛法 佛法不是究竟 如来的空慧 是一种究竟的一个智慧 但是它显现在外面 就变成佛法 那么佛法就是方便 种种方便的法 是要众生去休息 然后呢 一直进到如来的空慧里面 所以任何一个佛法 都是任何一种方便 很简单 我这样子跟大家解释 大家就可以明白 什么是智慧啊 什么是方便呢 你看 离开方便知会 你假如 知会离开的方便 或者离会之方便 离开知会的方便 戒系不能承办恶生 就没有办法去成就法生跟色生 法生跟色生 你都没有办法去成就的 因为离开知会的方便 那就不对了 那就变成恶法 没有知会的方便是恶法 有知会的方便是善 就是佛法 有知会的方便是佛法 那么离开方便的知会呢 就等于极尽 就等于是涅槃 什么都没有作为 完完全全只是空慧 不动的空慧 它产生不了什么作用 这个知会就是真如真理 但是它假如不变成方便的话 等于没有 所以他这样子讲 方便跟知会是不得分离的 中哥把祖师他认为方便跟知会 是不能分开的 这个乃是大圣之种中 现在大家差不多已经了解了 在美国的生活很奇怪 我以前在台湾不同 在美国有几个特殊的现象 很特别 你到这个以前那个Pain Park 去买这个美术灯 我去跟他买美术灯 买了拿回家去调 是有美术灯 但是没有电灯泡 我问这奇怪 我跟你买美术灯 怎么没有灯泡呢 他说灯泡要另外买 好 就去买那个美术灯 又买那个灯泡 回来自己再装 灯泡跟美术灯是分开的 我觉得美国生活 很不方便 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很奇怪 我去买洗衣机 去买洗衣机 那么洗衣机买回来了 只是一个洗衣机的壳子 一个壳子 怎么搞的呢 然后我打电话去问 他说 你还要到别的地方去买那个水管 洗衣机那个接水管 塑胶管 那个另外去买 塑胶管 那个就是通水的啦 这个接水的那个水管 必须要另外一个店去买这个水管 那么还加上洗衣机把它装 那最后我们就问他 那谁来装呢 那你要请那个激素人员啊 专门给人家装这个洗衣机的人来装 卖的地方不负责装的 卖的地方只是卖 装的地方另外是装 这洗衣机那个 那个四四方方那个铁壳子啊 是一个地方买的 那么水管又是另外一个地方的 在美国这个是分工啊 就是很细密 就是分起来很细密 在台湾的那个玻璃球 你的家具啊 都是买现成的 买好以后 好我给你买 那么就抬回去 都是在美国的家具一看啊 都是一箱一箱的 怎么搞的 我说要买现成 他说No不卖 这个是只是一个摩托 只是给你看的一个 好像说那个摩托就是一个成品 让你展示的那个成品给你看的 那家具怎么办呢 你哪回去自己订 也是按照看图啊 看他那个图啊 哪个螺丝啊这样子去订去订 这个生活跟我们台湾生活是不太一样 刚来的时候 一看到哇 家具要自己订 好了半天我还变成木工了 是自己来的 那个买东西都是分开来的 都要分开来买 很不方便 西方人假如学佛法 他就知道 智慧跟方便是不可以分的 他们老是这样子分啊 很不方便的 智慧跟方便不可以分 因为智慧是不动的 方便是显现出来的 今天所有的佛法就是这样子 全部都是显现出来的 如来不用方便法 众生没有佛法可以到成佛 绝对没有 因为如来啊 本身是一个很虚空的智慧 没有办法可以去接近 为了使你接近这个如来的空会 只有用佛法来接引大家 那么佛法就是一种方便 我们密教度众生 用很多方便法 像爱染冥王法 财神法 通通都是方便的方法 那么接引大家去学佛法 然后超越 然后进入如来的空会里面 这个都是正法 不能讲说这样子的法 就是属于外道的法 而不管怎么样子 他的这个果 跟他的佛国 他的终结是一样的 这一点大家要认清楚 所以他这边最后一句话讲 方便之主使旧 承办设身而言 承办设身方便 既修随顺设身形象 天遗家法 此既胜出遗胜之方便故 这是指密教 密教有所谓的天遗家法 随顺设身形象 天遗家法 这是一个方便法 那么将来跟大家会谈到的 那今天呢 跟大家讲的主要就是讲 这个宙圣跟波罗密多圣 五圣列之别 另外跟大家谈什么是知会 什么是方便 那么由方便可以进入知会 我们要用知会的方便 来承办佛事 Omanebemiho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上一集的密法小学堂当中 我们已经了解到了 密教十四根本大戒的重要性 因为呢 这个戒律也叫做 十四根本剁戒 如果犯的话呢 是要剁金刚地狱的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来遵守他呢 他的戒律的内涵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 台北中观堂的 是连月金刚上师 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来向他请教 连月上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上师 请教上师 我们上次知道 这个十四根本大戒很重要 那么这个我们一条一条来清楚明白他 第一条是什么 我们要如何来遵守才算是没有犯戒呢 是的 在上周提到密教根本十四大戒的第一条是 对于上师的身口意不恭敬 这是根本十四大戒里面最重要的一条 那么为什么我们看似好像很简单的戒目呢 却是这么重的戒呢 那么我们就要了解密教 在上周我们也提过 险教呢是依法不依人 但是密教的行者是依法又依人 我们除了要深入经账之外呢 我们所修辞的密法 一切的口诀心药都来自于我们的根本上师 所以呢密教的弟子呢是侍师如佛 把根本上师当成佛一般的恭敬跟鼎礼的 这是密教的行者很特殊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在密教的皈依是四皈依 皈依根本上师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那么从这个四皈依里面呢 我们就知道根本上师 在密教的行者心中呢 是多么的重要的 那么我们对于根本上师的身口意 如果我们生起了不恭敬的心 生起了轻慢的心 其实修行就不会成就的 所以莲华生大师讲 敬师 纵法 实修 才是一个行者成就的根本 所以呢 恭敬根本上师呢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一个行者 当我们要皈依密教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来谨慎地来选择我们的皈依 而呢 当我们一旦皈依了 那么我们就要完完全全地 恭敬我们的根本上师 如果有一天 我们觉得我们所皈依的师父 不是我们心目中 那么上圣的师父 那么我们要离开我们的上师 我们也要尊重跟恭敬 绝对不能毁谤 一毁谤 我们一样是犯戒的 所以呢 在我们的皈依当中呢 连身活佛 他的成就呢 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成就 所以呢 一旦我们皈依了 我们就要好好的把握这个皈依的因缘 那么在密教的皈依里面呢 又包含了很重要的三昧耶界 我们一皈依 我们就要遵守三昧耶界 三昧耶是什么呢 三昧耶就是一个四门 师徒之间的四门 而连身活佛也更提到 三昧耶就是一种融入 就是师徒之间心的一个融入 所以呢 当我们皈依之后 我们能够很重视 我们跟师父之间的三昧耶界 那么这个皈依才是真实的皈依 哇 这个没有听上师开示的话 不知道这里面 有这么多精辟的内容在里面 难怪我们的节目 要制作这一本修行笔记 密宗道次第广论 全新一季的修行笔记 里面可以让大家做笔记 同时也有连身活佛 开示的全部的实录 同时我们还要加赠 真佛宗密秤戒律这本书 两本同时的送给大家 只要大家打电话进来 免费的送给您 今天非常感恩 世联月金刚上师 来到节目当中 同时非常感恩 所有观众朋友 您今天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连身活佛奖六祖谈经 阿弥陀佛